对吧 刚刚只是非常简单的这样一行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用多行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来更改一下 我们来写个复杂的 怎么写成复杂呢 我这里依赖的文件 我给他改一下 不用X了 我用 O 用目标文件 不是一步性生成啊 同样的 好 这样一条规则 那么这条规则 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奇怪 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因为这几个依赖文件 目前是不是没有啊 是没有 所以这样他一个编下来 是不是就找不到这些文件 所以呢 他还要继续的 我们要给他去生成这些 他所依赖的这些文件 对不对 那么同样生成的规则 是不是类似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写 比方说我们要 首先生成一个main.o 那么他又依赖谁呢 又依赖我们的funk1.o funk2.o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依赖我们的main.c 对吧 这样的语言文件 好 他要执行的这样一个命令 是谁呢 执行的命令是main-c main.c-o main.o 或者直接就这样就行了 因为他直接会编成相应的 这就是他执行的这个命令 好我们先把这个执了 这两个其实可以不用 那么同理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用到 去生成我们的funk1.o和funk2.o 那么同理我们类似啊 funk1.o 那么他需要的是我们的funk1.c 这样的依赖文件 这样的依赖文件 命令是gcc-c funk1.c 类似啊 funk2.o funk2.c gcc-c funk2.c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编译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hello删掉 make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回显了四条 把我们的命令全部都回显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后生成的文件 它除了生成了我们的hello之外 是不是每一个o都生成了 每一个目标文件都生成了 那么我们最后我们的编译结果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还是达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再来回回看一下 这个过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告诉我们的make 是最终的目的是生成第一条规则 是生成第一条规则的这个目标 那么后面的都是通过地规的方式 由于这个规则里所依赖的这些依赖文件 他们需要用到 所以就一项一项的在后面再去递规 再去生成 所以最终一个hello文件 它的目的就是生成第一个规则的目标文件 这个大家记住 这个大家就把它记住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做一点东西 再来做一些比较有趣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hello删掉 再make一遍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先llll吧 我们来看一下funk1.0是什么时候生成的 是七十八 对吧 七七点十八分 然后funk2.0也是七点十八分 然后这个hello呢 却是七点十九分 man.0也是七点十八分 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想象一下 说明的问题是不是这个hello 跟我再次生成的时候 这些以前的目标文件 是不是没有再重新编译 大家可以看这个命令回显 对吧 看命令回显 他只回显了这样一条 所以也就是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的makefile 其实他去有个时间戳的 他会去判断 他很聪明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去修改这个原文件 你第一次编译了了 他发现有这个目标文件 他就不会再重复编译了 除非你又修改了原文件 或者时间对不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子是不是编译效率就比较高 这就是他的一个小规则 我们检查到了一个小规则 好 那么第三 我们突然想起来 就是这么多欧 这么多欧 我如果要把它清理 我想把它清理一遍 重新再编译 你看 我比方我现在想重新编译 你看他不让编译了 他说这个时间已经是最新的了 你看再次证明了 我们时间戳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所以 但是我又希望他批量的能把这些算是垃圾文件吧 垃圾的临时文件都帮我删掉 我会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想起来 我们以前好像安装某些程序的 是不是有个这个命令 叫make clean 对吧 但这个是怎么来做呢 我会告诉大家 实际上也是自己编写的 我们在这里 给他编写一个clean 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他不跟上依赖 不跟上我们的依赖 直接执行命令就可以了 比方说RM RM我们的funk1.0 funk2.0 man.0 还有我们的hello 就直接进行删除 那么 这种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定义 就是凡是在目标后面没有跟这些依赖文件的 这个称为伪目标 伪目标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最重要和普通目标的一个特点是 伪目标不会在词盘上建立文件 不会在词盘上建立文件 它只是去执行这个命令 像这些目标全部都是要建立这些文件的 建立这些文件的 好 我们现在 给他定义了一个目标叫clean 然后我们通过make给他传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目标来执行这样的一个 这一这一条规则 就来执行指定的这样一个规则 回撤 大家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这样一个清理 那么既然这样子 那么是不是同理也可以想象得到什么呢 我们的安装和卸载怎么来做 大家是不是能够去想象得到 好 那么 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做 安装和卸载的话 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install 对吧 然后这同样的也是一个目标 我可能就会copy一下 copy什么呢 copy我们的hello 考到比方说 user下面的local 下面hello 同样的卸载 uninstall 删除 user local 下面的hello 好 当然在实际的这个安装和卸载过程中 还会更复杂一点 包括可能还要拷贝我们的这个帮助文档 对吧 就那个main 帮助文档啊 还有一些配置工作啊 还可能还去执行一些脚本啊 会去执行一些脚本 好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make make完了 我们的hello就生成了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安装 叫make install 那么他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权限不够 所以我们就sudo make install 好 我们来check一下我们是否安装成功了 在user local下面 大家看是不是我们就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卸载 make uninstall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通过编译的方式 我们在进行安装和卸载的这样一个原本 大家现在就比较清楚了 就比较清楚了 好 那我们下面再详细的来研究一下我们的make file 在make file里面是有变量以说的 那么在make file里的变量有三类 一类叫用户自定义变量 一类叫预定义变量 一类叫自动变量 那么我们一类一类的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用户自定义变量 我们还是编辑这个make file文件 我们要给他做一些修改 比方说我在这里 我给他重新命一下名 叫做 my object my object my object 让他等于我们的main.o funk 1.o funk2.o 也就是说让他等于下面的这些内容 等于下面的这些内容 相当于就把下面的这句代码 这些行法 给他传给了这样一个变量 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的变量 那么下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用自定义变量来代替他了 怎么使用呢 我们的规则是用 dollar符 再用括号 括起来变量名称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通过这种方式 包括我们在这下面命令的时候 也可以用它 那么这种方式给我们感觉 是不是跟c元里面的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变量并不是说 真的它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很复杂的 一个复制 其实就类似于是一个红定义 就类似于是一个红定义 OK 我们来做一个展示 好 make clean一下 我们再重新make 看是不是效果是一样的 大家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明我们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 好 那么这样我们自定义变量 我们就会做了 那么下面大家自己去替代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都一样的 包括这些地方 其实就是红了 就是红 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也可以进行一个替代 好 那么在这里要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这个变量定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在我们的等号前面加一个冒号 在变量定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等号前面加上这样一个冒号 那么它加和不加的区别就在于 就在于它会不会去递归 比方说我们这个变量里面 它可能在后面又会用到一个变量 它会不会去递归那个变量里面的内容 如果加冒号的话就表示它不会去递归 不加这个冒号的话 它就递归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默认的 就直接不加这个冒号 不加这个冒号 好 这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的这样一个变量 大家是学会 大概是学会去使用它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复杂的一些程序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变量定义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我们GCC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大量的这样一些定义啊 大量的变量的定义 这些变量我们在后面都会去使用到它 对吧 好 这个是我们的注释啊 就刚刚也都讲过了 看没有 都是各种各样的变量 这种定义啊 所以 大家不要看这些东西花了啊 其实没有大不了 什么大不了的 好 那么这个变量我们使用了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的变量 叫预定义变量啊 就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些预定义变量 比方说我们的AR AS CC啊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些预定义变量 那我们在我们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就在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是不是用到了什么CC啊 用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变量定义 对吧 比方说我们再来查找一下 这里还是蛮多用到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就大量就会用到我们的这些 OK 那什么是我们这样的一些预定义变量呢 说白了就是系统自带的一些变量啊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啊 呃 但是呢 这些变量可能我们会用到 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用到啊 所以我们对他有一个了解就行了 比方说 我这里列出了一部分啊 常见的 AR AR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当时做静态链链库进行库文件的打包的这样一个程序 对吧 那么他的默认值是AR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 大家想象一下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 如果用到了AR 那么他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那么意思就是执行了一个AR这个命令啊 等同于执行了AR这个命令 OK AS是汇编 这个大动小异啊 这个是汇编的一个程序 那么CC 就是我们的Ccompiler Compiler的这个意思 就是用我们的C的编译器的名称 默认值为CC 但你可以给他改为GCC啊 还有CXX 默认值为G++ 这个就是我们C++那个编译器 大家都知道 下面就是一些参数的啊 一些参数的 比方ARFlex 就库文件维护的时候一些参数 它没有默认值 没有默认值意思就是我们要维护初值 对吧 要设定一个初值 那么这个CFlex 也是类似的啊 C元的 C++的等等等等 好 那么在这些过程中 这个地方不是三个C啊 打错了 CXX OK 那么这个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做一些定义 特别是你像有一些值 你比方说CFlex CFlex 它本身是没有这样一个初值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去给它定义 这个初值 比方说CFlex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 杠G杠C 啊 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用到它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用到 CFlex 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同理 我们也可以用到我们的 用我们的CC啊 CC 等于比方我改改为GCC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都可以去给它改改换了 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啊 呀 sorry 同样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用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替换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可能在这些命令的时候 我们在编的时候 我编一期我换了 我不用GCC 我比方我用 比方说我 我用G++ 对不对 我用G++来编了 或者呢 我就直接用CC 或者其他的编一期来编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配置一下就行了 后面所有的都生效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商业程序 我们都是要这样子来进行配的啊 不是直接去去这样子来写啊 不是直接来这样子来写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加碗里面的一个常量定义啊 很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好 那么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 就是我们的自动 自动的变量 就环境 那么自动变量 这个 这个呢 就有点像我们环境变量里面已经配置好的一些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其实也有蛮多的 但是我们最最常见的大概有这样几个 直接用就行了啊 直接用就行了 就多乱福加我们的信号 表示不包含扩展名的目标文件名称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这个main.o 我在他下面用多乱福加信号 就那么他显示出来的就是main啊 就是main 那么下多乱福加左箭头是第一个依赖文件名称 也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的main.o 那么多乱福加问号 表示所有时间戳笔目标文件晚的依赖文件 那么下面这两个是我最常用到的啊 所以一般情况大家记住下面这两个就行了 多乱福加it就是目标文件的完整名称 也就是我们的 hello 那么多乱福加上箭头表示所有不重复的依赖文件 也就是指这个后面的这所有的依赖文件 也就是这时候后面所有依赖文件 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大家想象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 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给他改一下 改成gcc 我们把这个命令改一下 我给他直接改成所有依赖文件 也就是说用多乱福加上一个上箭头 就所有的依赖文件 它的输出是什么呢 输出是我们的目标文件 也就是多乱福加上一个爱的福 这样的两个这样的两个方 呃变量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管不管用 先clean一下 再make 大家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好 你看我们就越来 我们的代码是不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来越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了 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变量 我们有点看不明白 实际上其实你慢慢的去研究 你是看得明白的 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些变量定义嘛 就变量了一些定义 而且一般情况下 我们变量定义都会放在开头啊 都会放在上面 这个根据 这个根据